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由于常年生活在高海拔地带 他们被称为拥有两个匪的人 自从夏尔巴向导单增成名后 夏尔巴人就成为珠峰登山产业的标配 夏尔巴人普巴就是一名职业登山向导 他是罗素布莱斯团队的领队 从1999年首登珠峰 如今已登顶21次 如果这回再次登顶 他就达破世界纪录 成为登顶珠峰次数最多的人 这是普巴养家糊口的高薪职业 但他的家人并不支持 在夏尔巴人的信仰里 竹峰是他们的圣山 像普巴这样频繁登山 不仅家里不支持 村人也诸多非议 而家里人最担心的还是普巴的安全 妻子的弟弟去年在登山途中遇难了 每次普巴一离开夏 妻子就提心吊胆 他说他很担心 以后两个孩子也像爸爸这样去登山 登山无疑是非常危险的 对夏尔巴人尤其如此 夏尔巴人被欧美登山公司雇佣 主要工作是将建设营地的材料 和生活物丝提前背到山上 并可以把梯子为后面的登山客 驾桥修路 加设长达七千到八千米的安全绳 在这个为后面登山客 做安全防护的过程中 他们自己并没有安全防护 普巴家人的想法 也是大多数夏尔巴人民的想法 然而今晚非常危险 但在这里 登山是夏尔巴人能找到的 最赚钱的谋生手段 所以很多夏尔巴人 还是投入了登山产业 普巴也曾答应家人不在登山 但下一年他还是去了 每年登山季在四五月份 大批西方登山客 怀着征服珠峰 赢得荣耀的志愿 向珠峰涌来 2014年 包括罗素的团队在内 共有38支登山队 驻扎到珠峰基地营 登山客交了钱 登山公司就要保证 每个人都能登顶 他们会安排登山客 先适应高海拔的环境 这个时候 由夏尔巴人先开始做准备工作 整个登山过程 要花费八周时间 登山 与登山客 设计线征服突破自我 与夏尔巴人 则是谋生手段 这就是他们的现实生活 在上山之前 夏尔巴人会按传统 举行一个普加欺负的仪式 线上供品给神明 请求允许人通过 然后他们就要开始 异常艰苦和危险的行程 在登山客们 适应环境的时候 他们要先把物资搬上山 在各个点搭建营地 物资包括帐篷 洋气瓶 瓦斯罐 食物等等 不同于登山客 只需要往上爬 整个过程 他们要上上下下几十趟 他们通常会抽签决定搬运项目 上山最危险的路段是冰铺 冰铺是冰川流出所形成的瀑布 巨大的冰块 会毫无征兆地掉下来 恐怖冰铺 是珠峰南坡路线的 必经之地 夏尔巴人每个登山季 都要经过三四十趟 而且由于阳光 会是冰铺表层融化 他们只能在夜间 至清晨这个时段进行搬运 一个登山季下来 每个夏尔巴人 能拿到四千到五千美金的报酬 这对于当地人来说 是一笔不菲的收入 但在登山客缴纳的费用里 只占很小一部分 每个登山客需缴纳十万美金的费用 这些钱大部分流入了 尼泊尔政府的口袋 另一部分流入登山公司 夏尔巴人只能分到一小杯羹 在上个世纪 夏尔巴人在登山客的眼中 一直是友善 温顺 任劳任怨的形象 当初向导丹增 从山上下来后 并没有获得和其他队员一样的肯定和待遇 在英国听证会上 一群西方记者追问 到底是谁第一个登顶的 丹增坐在一群西方人中间 所听所说 皆通过翻译 他露出标准笑容 只说了一句 我很开心 但随着时代的发展 新一代的夏尔巴人 有了更高的学历 也接触到了网络 他们渐渐意识到 他们获得的报酬和他们的付出 以及承担的高风险远不成正比 在这个登山产业中 尼泊尔政府坐享暴力 登山公司用他们赚钱 西方登山客则踩在他们的肩膀上 靠盘灯珠峰获得名声和成就 于是登山客们渐渐发现 夏尔巴人不像以前那么温顺了 不再对他们的要求 百亿百顺 2013年在珠峰上 曾爆发了一场登山客与夏尔巴人的冲突 其因是 三名阿世攀登的登山客 与正在修路的夏尔巴人起了争执 其中一名登山客骂了脏话 夏尔巴人认为这是对圣山的亵渎 双方起了肢体冲突 这场冲突 让西方人意识到了夏尔巴人的愤怒 然而愤怒真正的爆发 发生在2014年 这一年 登山季如往年一样照常开启 4月18日早上 一群夏尔巴人 正从二号营地前往一号营地 为后续攀登者做技术准备 6点30分 突然发生雪崩 14000吨冰雪 与主要攀登线路崩落 雪崩发生后 下面的人立即联系营救 直升机 医生 陆续赶到基地营 山上幸存的夏尔巴人 则在试图拯救同伴 由于连接冰川两端的梯子断裂 时就困难重重 雪崩五个小时后 最后一名伤者被送回山下 接下来就是运送遗体 直升机吊着遗体 从山脉间飞过时 所有人都沉没了 很多夏尔巴人上山 帮忙搜寻遗体 夏尔巴人信奉藏传佛教 在他们的信仰里 如果死者得不到安葬 死者的灵魂就无法安息 不能转世 灾难的发生 也让夏尔巴人感到后怕 他们并非不知道危险 只是为了赚钱 一直在欺骗自己很安全 于南人数在一天之内达到13人 这是珠峰攀登史上最严重的一次事故 外界纷纷报道这一事故 并预测这一年的登山季可能会被推迟 而在夏尔巴人的村子里 人们正在焚烧松枝祈福 缓和恐惧 蒲巴的家人看到他平安回来 不禁喜气而泣 而遇难村民的家里 则笼罩着难以承受的爱妻静默 其中一个夏尔巴人的妻子 在他上山的那一晚 刚生下了孩子 雪崩发生后第二天 上有三具遗体没找到 政府就宣布停止搜救 将其他三人定位失踪 这激怒了夏尔巴人 奋斗的夏尔巴人聚集到基地营 要求封山一年 长久以来对政府的不满 也一起爆发了 他们认为 在珠峰登山产业中 夏尔巴人赌上性命去搏 政府驱错想暴力 还侵蚀下尔巴人 在事故发生后 政府给遇难者家属的抚恤金 只有四百美元 连办丧事都不够 西方的相关从业者也认为 尼泊尔政府只顾利用珠峰赚钱 一旦出事 就将责任推给从业者 发生了悲剧 就上罢喊喊话 根本没有作为 夏尔巴人的矛头 制止政府 他们要求政府封山一年 并改善夏尔巴人的工作条件 给遇难者家属合理赔偿 他们要求得到尊重 但登山客们不高兴了 他们千里迢迢来到这里 为了登上珠峰 给自己的人生经历 天上亮丽的一笔 准备了那么久 难道要因为这些 暴动了夏尔巴人 就打水漂了 有人开始担心 夏尔巴叛党 会直接赶他们下山 也有登山客认为 这个时候登山确实不合适 就算自己要去冒险 也不该在这个时候 让夏尔巴人再去冒险 另一边 登山公司的人也坐不住了 因为夏尔巴人罢工 登山公司就只能停摆 而如果真的封山 这一年的生意就黄了 蒲巴的老板罗素 给尼泊尔观光区寄信 呼吁改善夏尔巴人的待遇 希望能平息夏尔巴人的怒火 罗素认为 这些夏尔巴人 只不过是看了 阿拉伯之春反抗行动 就想消防起义 其中几个头目 在煽动情绪 但时间一长 他们自己就会受不了 因为没有这份工作 他们就没钱养家 但这次 夏尔巴人异常团结 他们宁可放弃这一季的收入 坚决要求封山 雪崩发生后第四天 夏尔巴人在基地营 举行了普加法会 超度16名遇难者 之后观光局的官员来过一次 但他并没有理会夏尔巴人的诉求 而是要求夏尔巴人停止接会 恢复正常工作 继续协助外国登山客登山 给外界展示出一个正面形象 问题没有得到解决 局势就继续僵持着 几天后 罗素召回普巴和其他团员 他见识说 自己理解他们受到威胁 不敢上山 接着说 夏尔巴人一向乐于主人 是那些煽动人心的人 败坏了你们的名声 罗素期待有人站出来 说自己想继续工作 但并没有 包括林队普巴 起来 Después 没几 literal 这要听我呢 渴充 про机会 你一句话 很心疯 对 那么 他 在 这 最终,尼泊尔政府妥协,答应了夏尔巴人的诉求,终止这一年的登山季,登山客们陆续离开,帐篷撤走,竹风回到了,久违的宁静。 这之后,蒲巴终于下决定,不再登山。 他说他以前选择登山,是为了他的孩子可以读书,从事其他行业,但如果登山,让家人担心受怕,那还有什么意义? 2015年登山季即将展开之际,尼泊尔发生大地震,地震引发雪崩至19人遇难,其中10人为夏尔巴人,之后朱峰连续两年取消登山。 朱峰本应是世界上最不可能出现拥堵的地方,然而近些年,登山客越来越多,竟出现了大家排队等待登顶的一幕。 丹增诺尔盖曾说,登山,应该像孩子爬上母亲的膝头,然而,黄金如可重,我利益终不结。 当登山,成为一种粗暴的产业链,也就逃不开自然法则的涉事关系。 哈喽,我是K猫,请下载K星球,认识更多K星人,我们下集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